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盲探》 故事一开始,华仔是一个盲人神探 警察为了破案率,经常偷跟在他的身后去抓捕罪犯 这天警察局领导安排下属秀文去跟着华仔抓人 果然接下来的抓捕工作顺利的不得了 警方成功截胡,导致华仔的佣金不一而非 第二天秀文主动邀请华仔吃饭陪罪 声称自己已经仰慕华仔很久了 这次一方面是感谢华仔帮忙破案 另一方面秀文想请他帮忙寻找自己失踪多年好友小米 小米失踪之前曾在秀文家大楼下站了五个晚上 并且一直打电话给秀文说 害怕自己会像妈妈和外婆一样杀人 秀文也是听到小米说这样的话 所以才害怕没有下楼见他 从那之后秀文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小米 现在秀文想要找到好友道歉 所以请求华仔帮忙 之后两人先去了小米的外婆家 然而小米的外婆正在疯狂追求隔壁老大爷 根本不搭理两人 见限索暂时断掉 华仔只能暂时先去澳门查另一件案子 案子调查成功后 华仔可以得到一笔赏金 华仔说他要拿到钱去做手术重建光明 然后去向自己喜欢的女孩圆圆表白 这让秀文有点吃醋 可之后华仔才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 丈夫就是警察局的领导 华仔受到了打击 失魂落魄的走在路上 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调查过的女孩失踪案 于是赶忙打电话给秀文 华仔判断小米是被一个变态杀手绑架了 而这个变态杀手专门向情场失忆的女孩下手 通过调查判断这个凶手应该是个出租车司机 随后华仔又通过小米的自残模拟 判断十年前秀文家楼上应该住着一个男孩 而小米当时蹲守的人并不是秀文 而是那个男孩 华仔二人找到了当年的这个男孩阿祖 阿祖现在是一家餐馆的厨师 秀文和华仔点了一份炒饭 然后上去和他套近乎 在吃完这份饭后 华仔又须点了一份 并开始问起了阿祖关于小米的事情 阿祖听后笑了笑 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小米 出了餐馆后 华仔断言阿祖一定认识小米 因为阿祖做的第二份炒饭味道有点咸 很明显被问小米时心虚不小心将言放多了 在跟踪阿祖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阿祖和他的朋友妻子有奸情 还碰上了阿祖怀孕的妻子来捉奸的情景 就在阿祖被妻子痛扁的时候 秀文走出来救了阿祖一命 阿祖也终于说了实话 他和小米曾经是谈过恋爱 可是小米是个死缠烂打的人 发现了阿祖觉得自己被束缚 于是就提出了分手 根据阿祖提供的一些线索 华仔和秀文终于找到了那个目标显翼司机 司机仿佛精神有问题 家里水缸泡着的都是女人的骸骨 秀文以蓄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司机控制起来 可此时的司机已经疯狂 很快挣脱了手铐打伤了秀文 关键时刻华仔凭借着感觉盲开了一枪 幸运的击毙了司机 随后秀文受伤住院 而警局领导向华仔表示 司机家并没有小米的遗体 所以他不是凶手 这下最大嫌疑人又回到了阿祖身上 华仔买了船票准备再去寻找阿祖 离开前他将住在医院的秀文表了白 华仔找到了阿祖的家 家里只有阿祖的妻子一个人 而且妻子并不欢迎华仔的到来 华仔也不着急 声称自己并不是来找阿祖的 并且还给妻子讲起了故事 故事的大概内容就是 当年小米被花心的阿祖抛弃 由于不甘心就去做了整容 并且成功以另外一个人的身份认识阿祖 但可是阿祖换女朋友非常勤快 为了和阿祖长相厮守 小米不惜每隔半年就整一次容 然后伪装身份继续和阿祖交往 直到和他结婚并怀上孕 说到这里妻子哭了起来 华仔劝小米 做人也忙可以 一定不要心忙 刚说完华仔感觉自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原来偏激的小米 已经把阿祖和他的出轨对象给杀了 华仔突然有点懵 自己戳破了真相 又来到了杀人现场 肯定不会被小米放过 这时小米突然动了胎气 华仔好心救人 而小米却给了他一刀 想要同归于尽 幸好此时秀文即使感到受伤的华仔 让秀文先不要管自己 赶快去救小米和他的孩子 最终小米成功生下了一个女婴儿 不过小米自己却因为难产而一命呜呼 影片的最后 华仔和秀文幸福地在一起了 他们还收养了小米的女儿 不得不说这个孩子是可怜也是幸运 而生活中像小米这样的傻女孩 同样也不少 所以姑娘们谈恋爱的时候 千万擦亮眼睛